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这些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与未来发展 我是主持人叶斯敏 今天节目我们带您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在南非举办的这一场金砖会议 除了挺金砖扩增成员之外 还有去美元化 还祭出了100亿美元大撒币外交 这一次会议上达成了哪一些实质成果吗 另外在中印关系 第二列之际 习近平会上印度总理莫迪之邀 短暂的有会面了 中印关系展开讨论 双方破冰了吗 另外关心中国地产龙头碧桂园爆发的危机之后 还爆出了碧桂园花的三兆元 在大马的森林城市豪华造正案 如今变成鬼城 另一头爆发房地产危机的还有越南 商场地产大亨李嘉诚还记得吗 他在去年的时候积极投资当地地产 如今回头看是否为一笔成功的交易呢 今天都请专家来做解读 请欢迎战江战略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东协知名企业前发言人刘兹林 思敏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钢铁博士越南钢铁业前资深主管 牟金路博士 思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金砖国家峰会24日在南非正式的落幕了 这次峰会上有哪一些亮点呢 达成了哪一些的重要的协议呢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是先宣布了 这个扩大成员国 一共是有六个国家进入了这个金砖里面 并且说呢要降低去美元的霸权 外界解读习近平这一次此行是为了要加强 和发展中心新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舒缓美中紧张关系 并且转移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 不过巴西总统鲁拉他这一次峰会上也特别提到了 他说金砖国并非想要和G7或G20对立 只是想要来团结南方世界 这一次峰会上的其他讨论议题 还包括了在经济合作上面 还有粮食安全 跟他们提到要反对恐怖主义等等 好另一头外界高度关注的还有 南亚国家印度总理莫迪 他这一次也出席了这一场峰会 最新呢根据中国外交部证实 中印的领导人双方是进行了双边会晤 习近平他这一次特别呢 应这个莫迪之约展开了一个短暂的交流 那么习近平他也说到 特别针对了这个边境的问题 他说双方应该要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 来妥善处理边境的问题 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那经济学人所做的一个评论 他说呢中印可能搁置边境争议 而亚洲会迎来巨变 另外一头是这个中国驻南非的大使 陈扫东他特别强调了 中印有许多共同利益 他还说传统的经济的全球治理体系 已经失常 如今国际社会迫切期待 要和金砖国家来加强合作 那事实上这是习近平跟莫迪两个人 从2022年印尼的巴厘岛G团体峰会 晚宴短暂交流之后的首次会面 同时呢这也是2020年中印边境在对峙之后首次的正式会晤 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意义是特别重大的 加上印度他近年参与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一直都被中国认为是要企图包围或是钳制中国 这次两国领袖双边见了面 关系算是破冰了吗 今天有专家解读 好另一个国家是东南亚国家的印尼 左科威总统呢 他也应邀是以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领导人的身份 来出席这场峰会 外界就猜了印尼未来将有望成为金砖国家的新成员吗 左科威他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好整体来看我们来看到目前呢 金砖国家总共是五个国家横跨的区域包括了三大洲 那么拥有的人口数目前呢是十亿人口 成立目的是要来替新兴经济体来创造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金砖的主要国家带大家来看到主要的成员国 包括了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跟巴西 南非是后面才加入的 那目前占全球的GDP是占比23% 占世界人口数大约42% 而且还有大约40个国家表示有兴趣要来加入这个集团 其中有23国都已经正式的提出申请了 希望能够成为成员 来看到的是随着金砖的势力扩大将形成抗美势力吗 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好先来回到今天的一个大主题 先来请教老师这一场金砖峰会上面 有没有具体可以看到达成了哪一些成果 尤其习近平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林老师 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可以看到 现在好像全部的目光不是在金砖峰会 而是在习近平个人 所以其实今天就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为什么在这一次不管是元首出访啊或者等等的 他最大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 或许他今天细部的内容还没有谈到 可是或者是他经济这一边发展毕竟是有限 因为经济并不是你领导人出访就可以去决定的 很多的一些细部他可能是要到部级 甚至是未来政策推出之后 民间的资本跟民间的企业能不能去支持 才可以去确定他的未来发展 但是在就目前来看的话现在中国在推出 他习近平前往这一次金砖峰会 最大的目的就是曝光度 他成功的把这个世界的目光 以及外界对他的质疑重新又拉回到中国的身上 最明显的就是其实从国际整个角度来看的话 最近美国日本南韩大卫营的一个领袖峰会 才刚刚结束外界都在认为说 美国是不是在组一个什么小北约啦或是等等的一个什么 针对中国的行动的时候 那你中国人在哪里 而且在外界来看我目前大家最质疑的一点就是 中国内部高层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像是这个巡情记啦或者是这火箭军的高层什么不见了呀 大家感觉对内部中国内部是很多的疑惑的 所以如果今天他可能什么会议缺席中央论坛一缺席 外界马上就这个捕风捉铃的说 是不是在内部怎么样啊 他身体不好啦或等等的 可是其实今天他要如何破除外界对他的疑虑 最好的方法就是国际舞台 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这一种元首外交 甚至是金砖峰会也好 或者是他对莫迪的直接的对话 这一些其实对于中国来讲 他在走向国际 甚至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 中国未来发展可能另当别论 但是他要去稳固他自己内部的权利 这一点对于任何的领导人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一环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的话就是说 他在金砖会议上面说实在 金砖的一个会议或金砖的峰会 他是一个经济的一个论坛 不管是他的一个重点可能是经济的合作啦 粮食安全啦反恐啦等等这一些 所以其实他要去造成一个抗美反美 是有一点难度的 甚至是对中国来讲 他真正要去玩这一个 就美国的相对美国来说 你这比较对抗我的一个势力 反而不是在金砖 而是在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最早也是先从一个 经济啦反恐啦去进行合作 后来才逐渐的扩大 可是不管是上海合作组织 或是我们今天讲的金砖这些国家 最大的一个关键 除了中国之外 他要他一个很重要的盟友 但是最近这个盟友有一些状况 没有办法给他更多的支持 就是俄罗斯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金砖国家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想到 当年我还记得这个某周刊的封面 就是金砖未来什么 突破世界等等 我还永远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生时期 当时哇上课大家一直讨论 不行这样大家知道我年纪了 他这一个一看到这一个杂志那个时候 大家就变成说 对未来有很多的期待跟想象 可是殊不知经过去年2022年之后 俄罗斯的经济状况 绝对因为这场战争拖垮了很多 不管是他能源的出口 或者是他的一个经济外资等等 这一些状况 对于国际来讲 当如果过去金砖国家的指标国家 都已经现在经济嵌入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困境的话 外界会不会对于你的金砖国家的含金量 有更多的质疑 我会觉得这一点也是 其实今天外界我们大家 在看到金砖会议的时候 会去反思的是 第一个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过去式 会不会这一个名词已经落伍了 那好现在中国利用这个舞台 你要重新去振作 那你振作的同时 是不是有其他的相关计划 这个相关计划对于中国 特别对习近平来说 或是我们未来在看 不管是东协或世界的经济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于说 在十年前 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他推出了一带一路 当时一带一路会认为说是这个 中国自郑和下西洋 张迁通西域之后 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 但是这个经济发展经过了十年 现在好像讨论的声音跟力度 下降很多 甚至是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状况 也拖垮了他对于外一带一路的发展 那今天是不是一带一路 就已经从此作废 中国会利用这一些金砖国家的峰会 重新提出一些全球新倡议 重新去希望把这一个 他的世界对于经济也好的 或者是他国际的一个势力 重新走入到这些国家 这一块会是我个人会认为 在这个峰会上面 他未来有没有后续的一些 后续的政策可以去支持他走向国际 蛮重要的一点 是老师特别帮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去看 包括他的这个目的上 在政治上面要寻求一个曝光度 然后也要稳固他的权力 毕竟在这个中国现在内部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最后提到说这个 现在一带一路事情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大家想要再看到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 拿出一些新的话语权 所以说这次金砖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话题 新的亮点 等一下请蒙福来继续帮我们来看 这里你怎么看 这个习近平他这次算是达成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里程碑吗 在实质的成果上面 第二个问题是想要来问一下 这个中印之间的关系已经僵了很久了 这次莫迪还有这个邀习近平来短暂会谈一下 中印算是破冰了吗 好两个问题我们先就第一个来看 我想要承接这个林教授的含金量 其实过去在讲这个金砖四国跟五国的时候 它是按照这个我们用这个自首来排吗 Brasil Russia India China跟South Africa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俄罗斯 当时呢我们在2022年世界银行的排名 人均国内的GDP呢 其实俄罗斯还是赢过中国的 但是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乌俄战争 所以其实俄罗斯的影响力跟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中国这次呢就要趁着目前它是一个老大哥的形态 然后呢希望藉由这个金砖五国的平台 邀请更多的人加入 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印度 因为印度其实在人口已经几乎突破了 中国的这个上限之后 还要持续往上升 而且呢它其实在这个GDP的成长性 大家都是非常引颈期盼的 认为它未来成长性有五倍的这个机会 但如果你比较起来 其实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最强势的状况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其实中国目前利用这次的平台 要进行两个比较主要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说 它致力于培养非洲国家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些国家 不属于美国跟欧洲主导的阵营嘛 所以其实呢跟其他的安全联盟比一比 比如说老师刚刚提到的北约 或者是这个G7还有欧盟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刚刚讲这个一带一路 有点示威的时候 金砖五国的这个平台 是习近平希望可以拓展 跟其他国家关系的一个试金石 甚至它可以慢慢拓展跟其他国家 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那再来是说 扩展这个国家的时候呢 其实刚刚讲到印度 就有一点点挤压它的味道 因为呢 其实如果现在老大哥 是非常强势的中国 中国这次又浮上台面 那刚刚又讲到习近平 把光环来在自己身上 那过去呢 其实莫迪非常担心跟北京的关系 这一次在破冰 也许是一个会面式的媒体露出 但实质上未来会怎么发展 还是有一点点静和的关系 因为他们也不能没有彼此 毕竟领土的边界就在那里 它是陆地接壤的 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到说 如果它这个组织 可以持续的发展之下 可能外交跟经济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过去大家也在说 他一直想要削弱美元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 这一次有点借力实力 他就是有一点点用 金砖五国的这个会议 来让美国的这个世界老大哥 看看说我也是化水会给党的人 那这次在里面呢 他也希望说 可以创造出更大的发言权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经济实力有如何 因为金砖国家呢 在全球经济的占比 是不断的上升 你可以看到从2008年 虽然这个时候金融海啸 但是呢 金砖国家是持续的上涨 所以过去几年来 你会发现说 很多的ETF跟基金 都在卖金砖国家的 这些新兴市场基金 那也的确它的绩效 是完全一路的往上走 到2022年 这个占比大概是26% 那国民总收入达到了 26兆美元 那人口加起来有32.4亿 真的是不容小觑 那当然大家会跟G7比 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 G7呢 其实当时是最强势的 占了65% 那当时这个金砖四国 只有8% 但时至今日到2022年 五国的GDP已经来到了26 但是呢 G7降到了43% 不到五成 所以未来世界的经济影响力 金砖五国的这个平台 势必会越来越扩张 那G7呢 其实过去在一些 比较贸易倡议啊 或者是一些话语权的同时 它还是保有它的形态 但是要如何跟中国抗衡 其实刚刚讲到印度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是 那么我继续请教摩博 刚刚自定帮我们提到的 现在金砖越来越受到关注 未来尤其是中国跟印度 两个国家的 未来在这个中间的关键性 老师怎么看 这样我们先看一下 这金砖五国的来源 就是说最早在2001年的时候 高盛公司的首席 那个经济师 Jim O'Neill 他所提出来的 他说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呢 这金砖五国的 他的经济实力呢 会跟日本跟美国一起 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 然后超越应得法益 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个经济国家 那他的特点呢 就是说领土的浮原很广大 人口很多 然后被认为是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 市场很大 那事实上真的在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 曾经一度发展得很好 然后2008、09年就是那个金融危机之后 开始就一蹶不振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次习近平参加这一个峰会 他要吸引焦点 这其中呢 这个是法新社所拍的一个画面 他要进去开幕式的时候呢 他先走进来 然后他后面呢 有一个水宠呢 就是被那个南非的安全人员就 阻止他 他也挡下来 然后他进来之后 回眸一望 眼泪垂 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水宠没有进来 那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 他去参加这一次峰会 跟这几个国家的关系 看第一个 俄罗斯呢 他是历史上的威胁 但目前不是 那俄罗斯目前呢 也需要中国的协助 来打这个俄乌战争 然后南非巴西呢 距离中国很远 不会有那个地缘上的摩擦 那经济发展呢 又比不上中国 所以他是 马首是咱是看中国的颜色 那在印度呢 印度跟中国一直以来 都有那个边界的问题 刚刚老师有提到 那这一次呢 中国提出 提给他一个橄榄枝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解决掉 那我这边得到一个 比较新的讯息就是说 目前呢 全世界的钢铁价格不是很好 那中国呢 他的钢铁一直想请销到印度去 那印度呢 对他那个钢铁产品的 进口的审核 开始很严格 所以私底下看起来 他是在阻止中国 他的一些经济势力 渗透到印度去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很平稳 但私底下还是暗潮凶的 然后这一次呢 峰会有一个小成果 就是邀请了六个国家 包括有 沙奥地阿拉伯 阿联 埃及 伊朗 阿根廷跟 伊索皮亚 那刚刚提到 就说 这个金砖联盟 希望扩充他的势力 那么多的国家可以邀请 为什么要邀请伊索皮亚 我看不懂 那我们就等着看 看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谢谢 谢谢 谢谢某某的补充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 是刚刚特别提到很多 以中国的这个眼光去看的世界 那么中国近期的经济 我们来看到他的内部表现 经济表现 大家都知道相当的疲弱 尤其呢 这个近期呢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呢 中国从脱贫 迈向这个 强国的经济模式 已经成过往了 有陷入困境的迹象 包括了说 在地方政府的部分呢 他的债务问题 都陷入了泥落 无计可施 那另外一方面 在私人部分 私人投资也相当的疲软 另外就是出口也相当的低迷 还有呢 在国际关系上 和美国 还有其他的盟国的分歧 逐渐扩大 都会危及到外国投资 还有在当地的贸易 华尔街日报说呢 中国现在 40年的繁荣 已经结束了 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是否有可能 为正在崛起中的 东南亚国家 反而带来一些机会 带来一些利多呢 还是又会有一些冲击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来看到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 这个数据统计 中国呢 他在5月份的时候 对美国出口的年减幅 高达15% 但是呢 因为在经济 这个受到困境之下 我们来看到 他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部分 年减幅也同样是高达了 这边中国对东南亚 年减幅高达了16% 美国经济下挫 下半年可能步入衰退 因此这也意味 中国的出口 很有可能还会再下跌 将进一步再冲击的是 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吗 而且目前东南亚国家 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经济不好 恐怕也会对东协的经济产生影响 到底中国经济迈向衰退 对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说 是利空还是利多 比较多呢 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边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 过去这些东南亚国家 或东协国家 最常讲的就是说 我们是经济的中国 安全的美国 会变成它在安全上面 也要靠美国 经济上面要靠中国 可是现在局势不一样了 我个人会认为 其实从不管是金融海啸 还有近期年 从美中贸易战开始 世界的格局跟世界的布局 跟过去有极大的一个差别 这些东协国家会认为 过去我需要两手策略 两边去讨好 可是现在不是耶 现在是你两边要来讨好我 而不是我去讨好别人 现在立场主客已经异味了 甚至我们蛮多会认为的是 现在的东南亚跟东协 它很像当年美国的西部大开拓 或者像民国初年 那个时候的一个大上海 就是一个冒险者的天堂 你有本事的人 你就会希望 能够去这一边有所去发挥 但是这一边也会变成 这个投资有赚有赔 你进入的时候 是有可能 满富生家这个赚的 赚的非常多 也有可能今天赔得很惨 因为它是一个 绝对值很大的一个市场 在这样一个市场底下的话 过去中国非常多的 一个资金去投入 可是现在对东协来说的话 过去我依赖中国 但是这几年中国内部有问题 它还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资金 跟一些策略 或者是投资到我东东协来吗 这是各个国家开始会去思考的 OK 可是如果今天 中国的市场 开始逐渐 中国的资金开始逐渐退出之后 其他国家会不会想要 抢劲建贷的这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 不管是债券啦资金啦等等 非常多都是以东南亚这一块 来去做投资 来去做设计 来去做一个投资组合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现在我会用一个 比较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的东协市场就有点 类似在洗筹码的状况 把一些过去中国这边投资 留下的烂尾楼 或留下的一些债务 开始逐渐的让他淘汰 但是这个淘汰是很暴力的 他们没有在跟你玩什么软着陆 就是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这个淘汰可能就连根拔起 那这时候会不会有 其他的国家开始要进入呢 我们从现在是一个市场表现 其实蛮明显的看到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 不管是在越南啊 印尼啊 或柬埔寨啊 等等这些国家 都是未来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观察的一个点 那是什么样的行业 我个人会认为一个最重要 对印尼来讲 是能源 因为其实如果现在中国 从之前他发现限电 你限电可能像钢铁 可能像很多的一些重工业 会没有办法去生产 没有办法给他 稳定的能源供给 那我的订单 是不是有可能拖延 所以这里第一个 他会去看的是 能源跟基础产业 是不是可以去投入 可不可以提供给这些厂商 提供给外资 稳定的这些供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我们一直在讲 一个人力资源 那第三个我比较想去讲的是 既然他是冒险者的 天堂 有这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个 外部非常能够去观察到的经济之外 另外一点地下经济 也是现在在东南亚 非常猖獗 非常多资金去投入的 因为如果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以及政府希望 有更多外资进入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很多的洗钱 或者是我们讲的 博弈啊 之前的一个水房啊 等等这一些 都会在东南亚这边出现 那你说他带来的会是正向或负面吗 从经济来看 有这些资金进入 当然绝对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可以让他打了一针强心计 让他的经济会往上冲 但在冲锋的过程中间 其实也会包含了蛮多的风险存在 林老师帮我们讲到了这个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衰退 对东协来讲的话 是有一些利多的因素 包括从金融面跟实体经济面 都可以看到 金融面的部分 这个外资 非中国的外资进入到 包括了股市啊 这一些都可以帮助 东南亚国家的这个金融的股市面 另外在实体经济上面 受惠在东南亚的国家 还可以再做了 包括他有很好的能源跟人力资源 斯琳你怎么看 既然我们在讲这个经济成长部分 来看到这个今年全世界出口 都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不会说只有中国不好 而是全世界都跟着一起往下掉 那今年你可以观察 包含了中国跟东协 都是订单一直掉 主要是因为欧美 在今年圣诞节的旺季 真的旺季不旺 而且可能是腰斩式的看单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过去中国对美口出口 可能会有一些成品的部分 那包含了这东南亚出口 那有一些欧洲 比如说它会有制鞋跟成衣 那你会观察它是上下游的关系 比如说过去 苹果的iPhone 有部分是中国出口 现在会转移到东南亚 或者是印度 那过去在仿制或成衣 它的原物料 可能会是从中国 某一些省份进来 东南亚做好之后再运出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中国对美口出口 其实跟中国对东南亚出口 都差不多的数字在降低 大概是16跟18% 所以其实他们呢 就是等于说 吸手贸易伙伴 大哥状况不好 那我们小弟也跟着没饭吃 但如果说现在东南亚 已经慢慢成长到 跟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们自己呢 也在自立自强 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越南 比如说越南今年 其实虽然 中国呢 现在慢慢的贸易萎缩 但是你会发现 越南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 直接投资在越南的厂区 像北部就是电子聚落 中南部就发现说 有一些纺织跟制鞋 还有家具的散落地 所以慢慢他们这个 自立自强的一条龙 建立起来之后 他对中国依赖性减少 那中国加恩的国家 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现在刚刚讲的 柬埔寨 马来西亚跟印尼 甚至你会观察到 新加坡可能也会因为 中国的经营衰退 而因此受贵 因为目前在东南亚 非常大的地产商 跟所谓的零售业 投资者都是新加坡商 是 谢谢自令的补充 好等一下下节回来 我们来聊这个 中国房市陷入危机 那么大家比较了解的是 这个碧桂园的部分 金船呢 债喜跳票 风暴持续蔓延 包括在这个碧桂园 在马来西亚 当初呢 他花了三兆元 换算的新台币 来照这个所谓的一个 豪华造证案 如今呢 八年过去了 竟然变成了鬼城 另外还会来关心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 越南近期这个房地产 风暴之下呢 还记得吗 李嘉诚在去年 大笔的投资 在越南的房地产 媒体这样报道 到底是不是一个 正确的投资呢 目前房地产状况如何 等一下下一节回来 一起来关心 好 中国的房市陷入危机 继恒大危机之后 最大的民营地产开发商 这一家 碧桂园呢 他现在在海外的部分 也是这个风暴蔓延 先来看到碧桂园 在中国金船的债喜跳票 那风暴持续延消 海外投资 到处掀起烂尾楼 其中在中国一带一路的 战略计划之下呢 推出了这个案子 我们来看到画面中这个部分 马来西亚它的 柔佛海峡的这个森林城市 豪华造证案 当初花了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 换算新台币超过3兆元 那么预计呢 它说开发时间达到20年 那会由中国的 刚刚提到的地产巨头 碧桂园来做开发 问题是呢 它原本预定规划是有70万人定居 不过我们来看到8年过去的目前 竟然只有2000人在这边 被形容这边根本就是一个鬼城 那这一起这个建造房屋 它的这个房价也不菲 一户呢 平均售价高达了3450万元 相比新山区的其他房地产一户是430万 价格相差了7倍之多 外媒说呢 这个森林城市原本定居 是要在这边招募的是中国的富豪的 但是大马他因为担心政府 担心大量移民 加上中国打击资本外流 连带都冲击当地的购物意愿 这一头是大马的部分 我们来关心的是这个越南的部分 近期同样上演房地产风暴的 那么他现在在努力的要复苏当中 事实上大家还记得吗 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他似乎呢 早就预知到中国房地产 这个景气寒冬 10年前就提早抛售了中国资产 那转投资的是在英国 不过来看到他也同样不看好 中国跟英国的经济 他后来在去年时候再转向越南做投资 旗下的长石集团 透过和越南的万胜发集团 合作投资越南房地产 希望将胡志明市打造成 包括了在金融还有技术的战略中心 也要力推这些包括商业中心 娱乐 办公室住宅等 相对比较高端的地产 那么其他像是李氏的相关集团 其实早就在东南亚筹划已久了 包括长石关西密切的这个长河集团 也已经呢在这个胡志明市布局相关的 包括电信还有货柜码头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对于越南来说呢 他们是相对的看好的 到底这个李嘉诚当初的投资 是不是一个这个队的投资 毕竟你看现在越南经历的这一场风暴 好先来看碧桂园的这个风暴 好持续的像海外蔓延是不是会持续的来冲击到东南亚国家地区呢 某博怎么看 这样我们看好 你要做房地产 首先呢你要有足够的资金 我们来看中国这些房地产公司 他们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基本上地方政府他并没有很多的收入 所以他最大的收入呢 就是出售土地或出租土地 然后土地出售出去呢 他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他可以收到土地租售的费用 可以说他地方政府有一个收入 第二个呢 他把土地租售出去呢 是租给这些房地产公司 那这些房地产公司 就会跟地方政府合作 成立共同的投资公司 好这个时候呢 就由这个投资公司 跟地方政府合作 同时发行所谓的城投债 城市投资债券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 不是中央债券 好那如果说 他是盖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房子 然后地方的人民通通来买 当然很景气 所以他的资金回收很快 那个金融杠杆的运用也很好 但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 很多这个企业离开中国 人民很多都失业 几乎以前买的房子 要付的那些贷款利息 可能都付不起 所以很多人就断头杀出 也是造成整个房地产 往下走的一个状况 像碧桂园也是其中类似的一种 城投在下面的一个衍生物 那他也可能把这个资金挪到国外去 去买房子去炒作房地产 这是资金的来源 如今资金已经断链 所以看起来这个房地产 在短期之内 除非你能够很快的 把这个资金链给补上 要不然的话 我想还要一段时间才会恢复 是 好 这个是谋伯帮我们看到 这个碧桂园向海外延烧的 主要的原因 对东内亚国家的冲击 等一下来再请谋伯帮我们补充 在越南的房地产的部分 智琳你怎么看 其实目前你可以看到李嘉诚 还有包含碧桂园的事件 都可以看到 目前在中国的这个衰退 已经是非常明显 而且还需要一些地方债时间的整理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在讲说 这个地方债到底 中国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我有听我的朋友讲 他们说政府呢 最会的就是把这个烂尾楼直接炸掉 然后在原地再重建 因为必须要撑一些GDP的数字 所以它完全不能没有动作 它必须还是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中国会面临一波 就是经济的倒闭潮 但是它还会重力再起 那至于要怎么做 可能就是要看地方债 跟地方政府 看看这个钱从哪里来 或者说政府是不是先注资 让一些部分的产业 跟公司行好 先回稳 不要这么的就是大失血 那如果你说 在整体的房地产会影响到东南亚呢 我觉得如果在东南亚 像是马来西亚 有中国大举投资的确因为现在这个 接下来就是没有人接手经营管理 所以势必会有一段的镇痛期 但是我觉得房地产还是一个非常讲究 区块跟位置的商业行为 所以你可以观察 越南虽然呢 上半年大家都说 哇好像有8万家公司倒闭啊 但是像如果你去查数字 其实越南的商务有发布了 在上半年呢 有新设立跟复工的加速 就有11.3万家 那你换算下来 每个月其实就有1.9万家的公司在营运 所以越南的状况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不好 它实施是在一个太旧换新的状态 那这个部分呢 你也可以回过头去看 它目前呢 在当地房地产的成长 就可以看到李嘉诚的投资方向 以今年上半年来说 公寓跟房屋的价格呢 比起去年都有微幅的成长 那这个呢 成长的幅度呢 大概是3%到6% 那如果你说土地的话 土地价格的确是因为现在有 避免很多投机型的投资 所以呢 在这个土地价格下跌的幅度是 3%到7% 那建设部也有发现说 其实在自住需求的公寓跟房屋 是持续受到欢迎的 因为越南本地还是有很多 有需求的民众在买房子 那尤其是以中阶价位 大概是每平方米 1000到200美元的房型是最受欢迎 那价格呢 持续在这个中产阶级上涨 也有10%到12% 所以你说如果房地产有跌吗 其实我觉得李嘉诚看好的是 中产阶级的消费实力 跟过去呢 在这个农村到都市的成长性 是目前他非常关注的 那你如果说中国跟英国 他已经过了那个经济成长期 何况是英国是 非常早期发展的一个城市 所以李嘉诚把资金拿到胡志明市 其实也是有借鉴 包含了新加坡 在当地的基础建设跟发展 还有一些韩国的建商 所以他未来呢 看好的这个成长性 我相信还会持续的往上走 只是目前可能受制于越南胡志明市 还有部分河内在发灶的这个进度比较缓慢 比如说他们现在新开发的这个定价 因为呢没有办法跟当地的政府 取得一个共识 所以当地的政府给你这个牌 迟迟的没有下来 比如说过去可能假设你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就是喝咖啡的金额 送到了正确的人手上 可能这个灶是半年就会拿到 现在比较严格就对了 现在大概要一到两年 对那你一到两年也没有保证说 什么时候可以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说 外资的投资案 尤其是房地产 最近动得比较缓慢 那并不是说当地 完全是呈现一个衰退的状态 只是他还在整理这个过程的区间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上半年他这个公寓价格 还有包括住这个自住的部分需求 还是有撑的 价格的部分 刚刚智琳帮我们提到 上涨幅度大约落在3%到6%左右 等一下摩博继续来帮我们补充 越南的房地产部分 包括了摩博有帮我们问到 当地的房仲怎么看 还有实际的状况等等 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中国的这个房产风暴 是否持续的冲击到东协 或其他国家 当然中国的一个房产风暴 它代表的是 它内部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会不会限缩了 它对外的一个投资 这我想这是绝对的 可是也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我个人会认为 现在是一个洗筹码的阶段 它把一些过去 是不是恶性倒闭 或者是中国 它根本一些厂商 或是一些财团 它就是在利用对外投资的一个过程 那我钱到了国外 最后在意外的 让它呈现烂尾楼的状况 那中间这一边 不管是中间的金融操作手法 其实就蛮值得去商榷了 那如果把这些相对来说 比较恶意的厂商 或者是有一些 政治目的的一些投资 把它排除掉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 更做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实际 或者是比较就是要来做一个 经济发展的财团 重新的回到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去观察的 那再回到刚刚其实这边讲到很重要 就李嘉诚 李嘉诚他其实 我个人会认为 他现在就有以来复制 过去香港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70主要是7080 因为90那时候 大家就已经很担心 未来97年那时候的一个 香港回归的问题了 7080那段时间 对香港来说 就是他经济突飞猛进 火箭式要升的时候 他其实现在就在复制这些经验 到东南亚国家 所以其实我们或许是可以从 过去李嘉诚他的这些集团 在他的一个房仲 或他的地产开发上面 他的一些经验 来去观察 有没有办法成功复制到东南亚 那这个或许也是我们下一个 未来在参考投资上面 可以去观察的几个方向 是谢谢林教授补充 那牟博最后 帮我们来看一下 越南当地的房地产 就您实际在那边观察到 打听到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这样你知道台数 越南合进钢铁 它在盖场的时候 周遭土地到大概一年半以后 这个土地涨了几倍 猜看看 10倍 20倍 再高一点 100倍 800倍 土地涨800倍 可见当时这些越南人 他们也知道 房地产会慢慢的起飞 但是最近这个状况好像是也是经过有心人操作以后 泡沫化已经破灭了 所以房地产稍微在走跌 OK 但是越南人他本身的一个喜好就是说 我喜欢买地自己盖 所以那这种状况跟这种外资投资的房地产是不大一样的 那一般看起来这种大型的房地产似乎是成长比较缓慢 但是地方性的这种自己盖房子的这一个状况呢 比较跟以前比较起来是比较好的 因为大家觉得土地便宜了 贷款的利率低了 我可以自己买土地自己盖 盖自己喜欢的房子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房地产的时候 除了看大都市的这种房地产以外 私底下就是乡村的这种房地产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正在成长 OK 某某帮我们来看到 那另外也有问到说当地的这个房仲业者 他们怎么看现在目前的这个房价 他是说在谷底房 现在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 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为了这个问题呢 我请教了我一个 原本也是我的同事 后来他去做房地产 另外有问别的同事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房屋仲介表示呢 触底已经触底了 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进去 但是我另外问了一些前同事 他说还在跌 我要持续观望 我现在进场还太早 所以这样看起来说 一般人民心里的感觉是房地产 还有继续下跌的空间 同时他们也预测 可能要在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才会反弹 是 是 谢谢谢某柏的补充 好 等一下下一节回来 我们持续关心越南 在去年底开始 经历了一连串的这个 房市泡沫 出口衰退 还有失业力暴增等等 而最新来看到这个 保存集团的子公司 保元 他也在近期呢 在祭出了第三波的裁员 真的很不景气 裁员人数达到了1200人 那么越南政府 为了要帮助这个企业走出难关 更是祭出了这个相对容易的 的贷款的部分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新的数据 他的信贷增长率只有4%左右 目标是15%到最多15%左右 可以看到仍然是相差 百分之大约有10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越南他的经济到底 复苏有没有旺 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持续关心 越南从去年底开始面临了一连串的风暴 包括了房市泡沫化 在越南当地有1200个建案停工 那出口的部分呢 他也同样是衰退的 还有失业率大增等等 特别是来看到最新的数据 前7个月对外贸易总额的部分 分13741亿美元 年减幅13% 越南对美国出口的部分 更是暴减了达到两成以上 美国商品需求疲软之下 更是直接冲击到越南最大的 运动鞋制造商保陈 他的子公司计划呢 这个越南胡志明市的工厂要再裁员 裁员是其实已经是今年第三波了 那人数达到1200人 再来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当地的缺电问题 直接冲击的是外资 包括了三星还有富士康等大厂 恐怕影响到外资未来投资脚步 针对缺电的问题 越南政府最近寄出了五大项的计划 来要改善 包括了要推动电力的平均分配 还有发展能源转型 优化投资环境等等 越南政府为了要帮助企业走出难关 更是寄出了比较容易取得的贷款 然后最新我们来看到最新统计数据 2023信贷增长率只有4%左右 目标14%到15% 还有一大段的目标 那么证券公司就说 越南信贷低落将会连带 冲击到当地的经济 好摩博怎么看 越南当地的经济产业 利空袭击 专家来看 这个经济成长的恢复力道 到底如何 我们先看 越南当地缺电的问题 然后从缺电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越南政府他们的一些措施 那因为越南政府这些领导人 基本上年纪都相当轻 所以他们的动作相当明快 我们先看越南这一阵子 前一阵子 为什么会缺电 主要是越南它的能源配比 水力发电占比35% 所以如果说没有下雨的时候 水力发电就会欠缺 那这时候要转到火力发电 那这跟EVN就是越南电力公司 它的发电的规划就有出入 它原本比方说它要火力发电 要买很多的燃煤等等 它就来不及补充 所以就造成了这些缺电的危机 这是它缺电的一个背景 好我们来看 那越南政府它的措施非常的明快 第一个 它要求EVN要购买足够的这些煤炭 这个煤炭很特别 就是说越南基本上 它是世界上主要的产煤国 但是它的煤炭的主要是无烟煤 那无烟煤在烧的时候 因为无烟煤很致密 它烧的时候那个速度会慢一点 表面在烧里面没烧 所以外面的温度很高 会把那个外面形成一个 一壳像玻璃的样子 把整个那个煤包裹在里面 一般我们燃煤燃烧之后的残炭量 大概4%到6% 那越南的无烟煤烧了以后 它的残炭量会到25% 所以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它必须要买那个飞花粉 比较高的燃煤 来搭配混雷使用 所以第一个 越南政府首先要求 义不愿要去买足够的这种煤炭 那第二个它要求就是说 再生能源就是屋顶的这种太阳能的发电 要开始去扩大 那这有一个问题 在先前大概在两三年前 越南政府也鼓励人民在屋顶上种电 但是一般这个再生能源它发电的时间 跟真正在消耗的那个peak 就是那个尖锋时间不大能match 所以EVN的后来也就没有再跟他们买这个 我屋顶的店 造成百姓相当多的怨言 那这一次政府很明快的表示 妥善规划 好好的去购买这个店 那第三个 因为EVN的这个管理的确 是有一点老大的心态 它时常断电 当时我在合进的时候 在工作 那个电脑突然间就peak就断了 它就一个突破跑过来peak就断了 所以那个电的供应的品质 的确需要加强 那现在越南政府也察觉到这个问题 就是要求EVN 第一个稳定供电 有故障立刻修好 是 然后最后一个 万一电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 赶快从中国或者是 买电 辽国买电买进来 然后给那些工业区来用 这以前是不同意不准的 因为EVN 它不想把这个钱给别人赚 那现在也要求不得已的时候 赶快跟国外买电 所以从这里面这个 可以看出来 越南政府这个年轻世代 他们的动作是非常快 也非常明快 是 所以我们来看到 刚刚某某帮我们提到 这个越南政府现在动作很快速 那包括在缺点问题上赶快来解决 那另外提到说 他也协助企业来做这个信贷的部分 那现在离信贷的目标15% 还有一段距离 有专家解读是说 这样子是否影响到他的经济的增长 你怎么看 其实目前你可以观察 越南希望做一些经济的措施 但是如果以这个数字的达标率来说 我觉得一半都不会到 因为目前你可以看到 这个信贷增长率要15%的话 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因为以过去越南的民族性来讲 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借钱 我们在这个房地产收头期款的时候 假设他头期款要70万80万或是100万 他们基本上都是拿一个行李箱或是布袋 把现金全部倒出来 这样子 而且我们就是整排的这个收银机 点钞机排成一排 然后就是在数钱 因为他们觉得借钱这个利率太高了 对他们来说是不合理的 或者是说他们会觉得我探金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利率的数字 是非常计较的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越南在今年的上半年 六月以前 他已经宣布了降息四次 但是成效还是不太好 尤其是大家在这个存款利率方面 大家虽然说已经有一定的增长 因为他降息嘛 但是他也希望说 你在这个存款上面也会有一些进来 可是问题是你看他从7、9、12% 还是没有什么人想要存钱 因为大家也觉得说 我钱应该就是要放在家里 用这个钞票或是金条存着 这真的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 所以虽然年轻世代觉得说 金流就是要很有效的运用 但是目前在实际的运行上是有困难的 那再来一方面就是 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地下经济的问题 越南也有很多人在这个 从事地下经济的活动 那你说政府 其实有明定一些这个所谓的利率 但是他们地下经济 就会比他便宜一点点 那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找一些信用的 比如说像以前这种更会的方式 其实目前在越南也是所在多有 所以我发现说 哇很多的经济活动 政府表面上有定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是实际上达成不是他达不到 而是大家都在从事这个活动 但是它的表面数字 不会列在政府的政绩上 那所以你说 越南经济成长好像没有很有力道 其实不然 是因为民间的活动非常的繁荣 但是呢 没有办法列到表面的这个数字上面去 所以政府可能在这个力道上 或者是说它是在操作上 可能不能这么明确的定了一个 比较高原的目标 因为目前在越南的经济活动 他们的操作方式 并不是大家想像的这样 等一下有关于自灵提到的 这个实体经济部分 我再请某柏来继续看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越共这一次 还是在改革上面的力道 我觉得其实就这个越南来讲的话 毕竟它是一个比较极权的国家 极权国家说实在 它有好有坏 好的就是我一身另向 马上就这一个快马加鞭 全部都开始动起来 可是动起来的过程中间 它会呈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会不会大家就会呈现一种表面数字 或者是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也是其实刚刚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说 没错它很多的经济 地下室或者是民间非常活络 但是它没有办法呈现到中央 那现在我个人观察就是 胡志明 以及在整个越南这一边 政府开始会想要把更多的力道抓回来 或许 没错就一个资本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要更开放 让外资更多进来 可是在进来的中间 我政府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些力多 那我是不是就要用一些方式来控制 最好的控制方式就是 其实刚刚毛博友讲的 能源 我控制你要跟我有更多合作 我可以保证你提供稳定的能源 那这一边它就可以政府利用这种方式 逐渐把权力抓回到中央 但是在抓回到中央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个地下经济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讲贪腐 就好像之前这个电影 什么媒公和行动 冯玉燕等等 里面其实都有去呈现出来 东南亚这一边 我在中央集权 但是也会变成由人而至 但是也会因为这个不是依法 而是依人 呈现这样的问题 那这也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或许在越南这一边 很多的产业已经要涂杯猛进了 可是中间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的问题 它有没有办法去融入 或者是引进更多先进的管理技术 或管理技巧 来帮助它在产业的升级 这一块或许也是 未来越南会碰到的问题 是 谢谢林老师的补充 摩博有要补充的部分吗 稍微讲一下有关这个信贷利率 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台商会的会员 就在聊天 他提到说 现在越南政府在打贪 打贪的对象就是这些房地产的大老板 因为这些人自户的图源 附近就是经过房地产 时间很短很快 但是问题在于说 他们自户的手段似乎不能符合 国家的政策或法规 所以变成打贪的一个重点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会要求这些银行在做信贷的时候 要严格审查 好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我同事提供给我的 就是越南银行 紧缩理约保证函的发放跟效期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这些银行的放款 或者是说 很简单的履约保证函 就只有履约保证函 就P bond Performance bond 这个东西 它就发放的时间 变以前都一年或两年 现在说得很短 那代表着 这一些银行接受政府的指令 对于这些贷款的发放方向 要很严格的审查 所以真正的说 这个利率 它放的很大利率很高 可能的里面的方法是相当的严苛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说 短期之内要达到政府的这个目标 要稍微等一下 是 摩伯怎么看除了在这个 银行的利率上面之外 政府还寄出了最近哪一些 比较实质上面的帮助 OK